每天10分钟掌握交易热点,捕捉入场机会 大家好,这里是由FS68财经学院出品的每日操盘必读 我是FS68财经学院的分析师郎采峰 过去几个月休假期间,朗老师收到了很多同学和读者的留言 也是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关注 那么假期结束,即日起每日操盘必读将继续由朗老师撰写 希望我们这样的内容可以继续为大家提供比较好的交易参考 那么首先想带大家去梳理一下2019年全球的货币政策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2019年的话以欧美的央行为代表 全球主要的发达国家和新市场的货币政策都是暂停收集 那么转向宽松,比如说我们看到美联储的话 2019年在下半年降息了三次 并且在9月份的话结束了它的缩表之后再度的扩表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央行在9月份的一些会议上宣布将存款利率 那么降低10个点到负的0.5% 那么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那么这是欧洲央行的这样的一个利率水平 那么除了欧美之外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那么2019年的话 奥林储降息了三次 新西兰央行降息了两次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央行 比如说我们看到日美央行和瑞士央行 那么继续实行原有的负利率政策 没有增加额外的一个刺激 加拿大央行暂停加息之后 那么选择了观望 英国央行那么受脱欧的影响既没有加息 那么也没有降息 瑞典央行那么则是在结束五年的负利率之后 那么在12月份 那么上调了25个基点到0% 对于即将到了2020年的话 其实货币政策依然会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重点 但是跟2019年不同 朗老师认为的话 2020年我们可能会看到各个央行采取一些观望的态度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话 2020年重启加息的可能性不大 难度比较高 但是从点人图来看的话 2020年它维持目前的1.5%到1.75%的可能性也是比较高的 另外的话 欧洲央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的利率水平 包括了它的资产负债表的水平 都可以说是处在一个历史的极值水平 那么进一步的去宽松的这种空间也不大 所以无论是欧洲央行还是美联储 那么在2020年的12季度 我们认为它大概率还是维持现有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么不会有新的变化 而在三四季度的话 可能会根据那么经济的状况去填入它的货币政策 而从潜在变化方向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美联储的话 它是一松难紧的 而欧洲央行它会变成是一紧难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政策的差异 可能会导致那么美元和欧元 从方向来说 美元可能会趋于下限 而欧元的话可能会趋于上行 那除了货币政策之外 那么像英国的脱欧进展 中美贸易的一个磋商 美国中总大选也是影响2020年 外费和贵金属市场波动的重要因素 那么后续老师也会跟大家去继续的关注和跟踪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盘面 盘面来看的话 首先美元指数我们会发现 它的月线级别 今天是30号 明天是收月线 从月线来看的话 如果是这个月与一根阴线收线的话 那么就会形成很典型的 两阴加一阳的这样一个K线组合 堪跌的K线组合 所以接下来的美元指数有可能会跌到94.40的位置 那么周线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正好是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破位阶段 许位老师客人都知道 我们说行情分明三个阶段 超顶摸底的阶段 突破确认的阶段和追趋的阶段 而目前它正好是处在了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确认的阶段 而一旦突破有效 后续的美元指数将会迎来大的下跌 因此我认为的话 2022年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元指数一个真正的顶部结构的形成 那么这是美元指数 既然是短线的美元指数是区域下行的 所以说从方向来说 我们也可能会倾向于建议大家以反弹之后的高空为主 那比如说从小周期寻找压力位置的话 在就是7.30的位置 那么可能是反弹之后的一个比较好的 那么做空的位置 就是7.30到4.0这个区间 如果是有就意反弹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它反弹之后的一些做空 那么事实上我相信如果是大家真的是做美元的话 有可能不会现在去做 很早就做了 在差点目的阶段 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入场了一些空单了 而现在的话 其实我们更多可能会等待它的破位 来看它的真假突破之后去追随趋势 我们来看一下非米货币 首先来看一下欧元 欧元的话 其实目前的话我们会发现它正好是在测试1.12的关键压力 这个压力对应的正好是美元的一个关键支撑 而一旦破位之后 欧元我们可以继续往上去看的位置的话 在1.1550到1.16的位置 将近还有三四百点的空间 所以对于欧元的话 我们短线之内 如果是确定这个位置是有效突破的话 可能会继续去关注它的做多机会 操作本身的话 目前老老师是有多单在场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多单在的话 我记得大家是继续持有 如果是没有的话 也同样是关注小周期的做多机会 比如说1.1130到40的位置 有去入场的话 可以关注一些回调周的低多 但是特别要提醒 今天的话不要去追多 因为本身这个位置是强压力 做多的话 它的空间不大 而且风险很大 所以对于目前的位置来说 两种方式去操作 一种是像我刚刚提到 短线来说 回调1.1130到40.16去做多单 而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可以按照我们二元课程中 所学到的一个 那么追追趋势的方法 选择突破之后的回踩去入场 那么相对来说更安全 也我们说可操性也更强一些 所以短线的欧元来说 不建议去追多 但是方向的话 也是看多的 英镑的思路跟欧元相似 那么上周五的话 老老师在1.30的位置 再次介入了一些多单 从方向来说 其实我们看到英镑也是一个偏多 那么在我们说月中 那么在英国一会大选 才落定之后 英镑出现了一个买预期卖 事实的一个下跌 而这个下跌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正好中间有点回踩 他的日线军业支撑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回踩结束之后 那么所以说继续去抓一波多单 是没有问题的 那目前操作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说有多单的话 去持有 没有的话 我建议大家 也是暂时等调整 等调整之后的1.30 30的位置 可以关注一下 是否有多多的 这样的机会给到 网上的目标位置的话 对于英镑来说 我们首先看到的位置的话 可以通过很简单的 环境风险去画一下 那么在1.3280的位置 和1.3380的位置 这是他的上面的压力 而进一步的目标位置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月线级别的位置 在1.36的位置 那么奥远跟纽远的思路 也是一样的 目前奥远也是一个偏多 奥远也是同样是周围的压力 不适合去追多单 同样的选择回调之后的 做多和上坡之后的 回调做多就可以了 目前奥远的话 老老师也是多单在场 大家想操作的话 回调之后的位置 可以去适当的去关注一下 下方的0.6910的位置 10的位置 去重点关注一下 另外的话 50也去关注一下 50的话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近的一个支撑 可以看一下它调整之后的 一个做多机会 也是同样的跟欧元一样 欧元跟欧元都不适合 我们去直接追单了 要么是回调之后的多 要么是上坡之后的多 但现在这个位置 是不可以做多单的 纽远相对来说的话 网上的空间已经打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纽远本身 它的周线已经被破位了 进一步的目标位置的话 它是在0.6930的位置 0.6970的位置 所以对于纽约来说的话 我们也可以关注它的调整 因为现在才周一 周初的话 出现调整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出现调整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调整之后的 一个介入 调整位置的话 在0.6670的位置 0.6670的位置 主点去关注 0.6620也去关注一下 要看一下它这一波 调整的幅度是深是浅 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价格调整之后 那些K线表现能看出来 它到底没有调整结束 所以暂时去关注一下 这两个位置 另外的话 对于日元跟瑞朗的话 我建议暂时去观望 每日的话 它是有100点的震荡区间 在109.70到108.70之间 操作起来的话 连回的震荡 所以说它的空间不大 美瑞的话也是 我们看到横着在走 月线横着在走 它是个很明显的震荡行情 那么周线级别 短线在下行 小周期也是偏下行一些 所以对于美瑞的话 如说小周期操作来说 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高空 但是从大的级别来说 可能会建议大家暂时去观望 因为瑞市仰号 也明确表示了 对于目前的瑞郎的 升职的状态 它是比较担忧的 所以说我们不排除 央行突然采取一些 异常的操作 来影响市场波动 就像2015年1月份一样 当时也是 我们看到的瑞郎黑天鹅事件 所以说在这种元旦的假期 流动性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像这个瑞郎的话 也建议暂时去观望 美加可以去关注一下 它的所有机会 美加其实我们在19年 一直在关注它的一个通道的下破 通道下破之后 那么目前是还是整体 以反弹之后的一个下行为主 短线的话 往下的空间是在1.2770位置 有300个点的空间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美加的话 大家还是可以关注反弹之后的一些高空 小周期里面去寻找一些做空的机会 原油去看一下 原油的话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在12月份的欧佩克加联合的减产之后 呈现一个上行 而短线的话对于原油 也不建议大家去做空单 同学说老师我看到它是个大阴线出来了 我去做空单可不可以 从短线来说原油 我还是倾向于会有进一步的一个上行 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大家以回调之后去做多为主 比如说这一波回调之后的60的位置 其实是熊老师课程的同学知道的话 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而目前来说的话 可以等到下一次回调 在60.60附近 关注它的买入机会 往上的目标位置的话 我们暂时看63.60的位置 进一步的位置可能会在68 69附近了 好这是原油 短线的话分别货币的思路 我们都是建议以这样的一个看多为主 原指数是偏空 但两个品种欧元跟澳元 不适合去追单 包括原指数的话 这个位置也是处在了一个关键的位置 那么稳健的思路是你可以再等一等 看它的个真假破译情况再操作 因为如果它真的是个大的顶部结构的话 我们后续必然会有很多这场机会的 所以说不用害怕 没有机会给大化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各个品种情况 今天的话题面比较少 所以大家还是根据它本身的基础面 去关注它的一些买卖的一些点位 好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通行必读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